2013年6月14日 在台湾南投县地方法院 一名身穿红色球衣的年轻女子满怀深情地伸出手 想要拥抱面前的小男孩 然而 男孩却嫌恶地转过身 避开了她的怀抱 这名女子名叫林云如 是一名等待枪决的死刑犯 该名男孩是她七岁的独子 这很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自从台湾推动废除死刑以来 死刑判决逐年减少 女性死刑犯更是屈指可数 那么林云如究竟犯下了怎样的滔天罪行 才足以成为台湾历史上第四位 自1990年以来 唯一一位在庭审中被判死刑的女性呢 2009年7月 在台湾不理镇的一户人家门口 再次挂起了白色灯笼 听着从宅院内传出的阵阵哭声 周围的人不禁感到一阵寒战 这户人家姓刘 他们以小吃摊饭而闻名 现任店主刘宇航 年仅28岁 平时身体健壮 活跃如常 然而 几天前 这样一个健康的男人 突然出现剧烈的胃疼 伴随呕吐和腹泻 短短几天内 她瘦了一大圈 脸色苍白 如同死人 在面临严重的健康状况时 妻子林于如 紧急将她送往医院 虽然当天病情 得到了初步控制 刘宇航似乎很快就能出院 但没过两天 医院却传来了她去世的消息 面对刘家的丧事 大多数人除了感到遗憾 也大感疑惑 毕竟 这已经不是这家人第一次遭遇丧失了 刘宇航的母亲 郑惠生不到50岁 平时身体保养的都很好 可不幸的是 在刘宇航去世前的两个月 郑惠生突然出现剧烈的胃痛和呕吐 疼痛严重到连喝水都成问题 只能在床上不断哀嚎 家人见状 立即将她送往医院 尽管经过治疗她的情况有所好转 大家原以为她很快就能出院 但郑惠生却在病床上 静悄悄地去世了 刘家的事情 在街坊邻居中传得沸沸扬扬 最终引起了警察陈明成的注意 作为一名长期处理各种案件的警察 陈明成对这起事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开始暗中调查 她的调查揭示了令人震惊的情况 郑惠生去世后 她的尸体在短短三天内就被火化埋葬 无人对她的死因进行深入探究 医院方面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刘家对她的去世也表现了异常平静 陈明成的直觉告诉她 事情绝非如此简单 她决定深入调查 试图揭开郑惠生死亡背后的真相 然而还没等陈明成查出具体情况 一名保险人员突然来到公安局报案 怀疑刘宇航和郑惠生的死亡与林于如有关 原来这名保险人员在上门为林于如送礼赔金时 得知了刘宇航去世的消息 保险人员本来是来送郑惠生的礼赔金的 但发现郑惠生去世后 仅两个月内儿子刘宇航也去世了 这一巧合让保险人员感到不对劲 她迅速返回公司查阅林于如的投保记录 调查结果让保险人员震惊 林于如为婆婆郑惠生和丈夫刘宇航 投保了巨额保单 两人去世后 理赔金额合计达1500万台币 这显然是典型的杀人骗保手法 保险人员随即向警方报案 警方立即传唤林于如 开始调查刘宇航和郑惠生的真正死因 面对警方的询问 林于如表面上十分平静 但言语中却难以颤抖 她的紧张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更让警方起疑的是 林于如居然拒绝对刘宇航进行尸检 如果她真的没有对刘宇航下手 尸检将有助于证明她的清白 但林于如对尸检的强烈抵触 反而引发了更多怀疑 此外 警方在对医院和林于如家中进行搜查时 发现她房间里藏有大量药物 这些药物的发现 进一步加深了对林于如的怀疑 在刘宇航去世前 林于如曾与她单独相处一段时间 期间 护士发现刘宇航的药物使用情况异常 并细心地保存了相关证据 这位后续调查提供了重要线索 面对警方提供的确凿证据 林于如的面色变得苍白 但她最初依然不承认自己跟两人的死亡有关 最终 面对经验丰富的警方 她难以抵抗 很快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并详细交代了犯罪过程 林于如于1982年出生在高雄市的一个普通家庭 家境贫困 父亲一人承担全家重担 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 她被迫中断学业 成为酒吧服务员 随着父亲的去世 家庭经济状况更加困窘 林于如为了支撑家庭 不得不继续在酒吧工作 凭借出色的容貌 她在酒吧迅速展露头角 收入颇丰 同时 她对财富的渴望不断驱使她去赌博 为了赌 她不惜借了高利贷 但赌博的结果总是失利 她不仅没有赚钱 反而将继续赔光 面对巨额债务 林于如不得不寻找 其他解决经济困境的方式 她的目标最终锁定在刘宇航身上 刘宇航是酒吧的常客 林于如与她关系密切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 两人顺利走到了一起 成为情侣 后来 林于如在未婚先孕的情况下 顺利进入了刘家 尽管刘家对林于如并不看好 尤其是刘宇航的母亲郑惠生 她认为林于如学历低 而且喜好赌博 仅凭一副好皮囊 难以配得上自己的儿子 可是 当林于如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后 郑惠生最终接受了她 郑惠生只提出一个条件 林于如必须停止赌博 一开始 林于如确实暂时不赌了 但赌博的引头 哪有那么容易戒除呢 不久后 她又重新染上了这一恶习 更糟糕的是 林于如还拉上了刘宇航一起参与 这对夫妻的沉迷赌博 导致刘家的豆腐生产质量 急剧下降 逐渐失去了老顾客的青睐 刘宇航的父亲 对这种情况非常不满 对夫妻俩进行了严厉的责骂 林于如心生怨恨 决意报复 于是在一个晚上 故意纵火焚烧了店铺 尽管当天 有目击者看到林于如的身影 但由于证据不足 警方未能追究她的责任 不久之后 刘家的遭遇变得更加悲惨 林于如的纵火行为 和她的赌博习惯 最终导致了刘家的两人相继丧命 由于刘家财力雄厚 林于如在赌博上的投入 从十几万到一百多万不等 然而 随着家庭财务的枯竭 林于如不得不四处借款 甚至向亲哥哥借了高利贷 2008年11月9日 林于如的哥哥 催促她在一周内还清欠款 面临巨大的压力 林于如只能求助于母亲 然而 母亲对她的赌博行为 早已感到厌恶 坚决表示不会借钱给她 并劝她戒毒 母亲说完 便准备离开 就在她下楼时 林于如心声一计 故意推了母亲一把 母亲失去平衡 从楼梯上滚落下来 林于如最初感到惊慌 但很快冷静下来 开始检查母亲的情况 看到母亲已经没有了呼吸 林于如暗自松了一口气 随即伪造现场 试图将母亲的死亡 伪装成意外跌落 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后 林于如带着为母亲购买的保险单 赶到保险公司 顺利领取了505万元的保险金 虽然付出了母亲的生命 但林于如并没有戒毒的打算 相反 这次成功的骗保 让她产生了更加大胆的念头 继续用同样的方式 获取不正当利益 于是 林于如将目标锁定在自己的丈夫 刘宇航和婆婆郑惠生身上 她购买了大量药物 暗中将其掺入刘宇航和郑惠生的饮食中 长期服用这些药物后 郑惠生很快感到身体不适 被送往医院检查 尽管医院对婆婆的病情进行了控制 但林于如却加大了药物的剂量 甚至在婆婆的注射液中投毒 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 刘宇航对母亲的去世并没有多想 认为年老可能引发一些身体问题 因此没有产生怀疑 然而 她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妻子已经将她作为下一个目标 在母亲去世后 刘宇航的健康状况开始逐渐恶化 甚至不得不住院治疗 林于如趁机下毒 使刘宇航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林于如原本计划在刘宇航住院期间将她毒死 但这次医院的护士格外谨慎 她之前下的毒未能奏效 由于林于如已经耗尽了所有的钱财 还欠下了巨额赌债 她决定再次毒害刘宇航 让她重新入院 这次为了确保毒药效果 她选择在无人注意的时候 将工业酒精注射进刘宇航的输液馆中 最终导致刘宇航的死亡 林于如在刘宇航和郑惠生去世后 急忙带着两份保单去索取赔偿 保险公司对她的申请新生怀疑 采取了审慎态度 并未立即发放赔偿金 这位后续调查提供了时间 在面对警方的审问时 林于如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然而 她的律师为了减轻她的罪责 提供了致力测试结果 显示林于如的智商仅为57分 属于轻度智障 基于此 林于如更改了供述 声称自己是被他人逼迫 并且刘宇航常常家暴她 她只是出于无奈才走上这条道路 但法院并未被这一辩解所动摇 认为致力测试 与她的赌博和骗保行为不符 为采纳律师的证据 最终 林于如于2013年6月13日被判处死刑 这期的视频 南投黑寡妇林于如事件 就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看 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 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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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